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香蕉超人 又有几天没有更新了 当然不是因为我又扬了 相反的 最近这几天我个人的扑克状态还是非常不错的 还参加了一个我边上城市的一个线下大型锦标赛 我这里呢也给到大家一丢丢的画面 眼尖的小伙伴可以猜猜看这是哪个品牌的锦标赛 当然这次锦标赛之旅的影片我也会马上剪辑出来的 今天就让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前几天我打的一场游戏额度 相比我之前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的现金牌局吧 这场现金牌局的盲柱设置呢 是小盲10大盲20 并且是每人都强制straddle到40的 就这盲柱设置呢 可能看上去也就和我之前几部影片里面的差不多 但是呢一会儿大家看下去就知道了 首先就是开持尺度 在没有人limp或者再straddle到80的情况下 他们一般也都会开到300左右 更别说到了下半场 500的开持更是家常便饭 并且到后来进行疯狂的时候 再straddle到80甚至160也是随处可见的 那这一场牌局一开始大家分配的买入呢 都是可怜兮兮的2000 当然大家也都是心知肚明的 这2000只是一开始的客气 伴随着没几把牌的推推乐呢 大家的军马也就转眼先来到了差不多五六千 我也自然不会啰嗦 乖乖的先把后手补到了一万 战斗正式开始 筹码的面值分布呢自然就如画面所示了 分别是红色10蓝色100黄色1000 并且到最后由于这套筹码不够用了 还会出现一个淡蓝色的5000 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都有什么精彩的手牌吧 今天的第一把牌就是一个有 treble straddle到160的底尺 我在straddle的位置 起手牌是K圈不同色 普遍的有效后手呢 差不多都在一万左右 看上去是比较多的 但其实相对于这个160的treble straddle来说呢 也就50多个抓而已 加上这个牌局非常疯狂 也就是说这手K圈在翻后 如果能击中相对比较干净的顶对的情况下呢 是可以游戏全部筹码的 这里轮到我之前的行动是只有小盲补给到了160 那我则是选择加注挤压到了700 期望能和小盲单挑 但是在这样子的牌局 怎么可能如愿打到单挑底尺 会做treble straddle的玩家 也怎么会放弃这样子游戏大底尺的机会 随后treble straddle跟注 小盲跟注 三人底尺 是的 小伙伴们你们没有看错 今天的第一把牌的翻牌底尺 就已经来到了2200 随后翻牌是来了勾七四彩虹面 我们是几乎完全miss掉了这个翻牌 小盲过牌后 我也是选择了随后过牌 treble straddle则是选择下注了1200 那这边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treble straddle的玩家 这是一个典型的非常疯狂的玩家 首先他的入持率就非常的高 然后就像现在你作为翻前激进者 没有做持续下注而选择过牌的情况下 他大概率都会下注 而在你做随bet在有a的牌面并没有做持续下注的情况下 他也会堵你是被a盖帽的口袋队在进行下注攻击的类型 而在这手牌里 我前面的小盲则是一个打法相对比较稳健和诚实的这么一个风格 所以在treble straddle玩家下注而把小盲击飞之后 我开始有了邪恶的想法 结合我平时在多人底池会用大量顶队和抄队在中间位置选择过牌的策略 我在这里是选择做了一个过牌加注到3000 计划是如果能在这里就拿下底池当然是最好的 但是如果被对手跟注的话 转牌如果出a、k、圈甚至是10 我都可以考虑在转牌选择全压 那在我加注到3000之后 treble straddle是选择了跟注 那转牌是一张方片9 这张9对我们来的我们的范围来说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友好了 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卡顺的增强 并不是像10那样子的两头顺 并且相反的这张9又非常的有利于对手的范围 那没办法了 我也只能先无奈的选择过牌 而treble straddle也自然是不会客气 马上推出了all in 那我也没办法 只能选择弃牌 今天出击的第一把牌 就丢了一个8000多的大底池 不过没有关系 牌局才刚刚开始 我们还是有机会的 那打的菜没有关系 气势不能输 我又马上补充了1万的子弹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把牌吧 这把牌由于拍摄角度的关系呢 没有拍到七手牌 不过呢我这边是可以告诉大家 七手牌是AK不同色 并且呢这把牌在翻后的游戏当中呢 花色也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我的位置呢是在CEO 我前面的 hijack open 220我自然是选择 3bet到800 马上上一把牌的treble straddle跟住 hijack跟住三人底池 翻牌是来了A72彩虹面 非常非常干燥的一个牌面 前面的我两个玩家都过牌 到了我之后呢 我是思考了好一会儿是否要下注 那么在随机数的辅助 以及我判断如果我过牌 大芒将非常大概率的会在转牌 自己打出来的情况下 我最终还是决定过掉了这个翻牌 紧接着转牌是一张草花钩 牌面仍旧是个彩虹面 这个时候大芒果然第一个跳出来 打了2000 hijack气牌 那面对这个依旧非常干燥的转牌 我觉得这个TPTK呢 依然跟住就好 这样的好处呢 一方面是合牌对手如果继续下注 我也完全可以跟住 那如果对手是比我们踢脚小的A 在合牌过牌的话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下注寻求价值 并且最重要的还能保留 对手宽四海的炸弧范围 于是我选择了跟注 一起来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又来了一张钩 大芒在思考变客后呢 是打出了一枪4800 面对这个4800的下注 尺度呢也并没有特别大的情况下 我也是只能选择执行了 我在转牌制定的跟注策略 那在我跟注之后 大芒是秀出了他有勾八红桃 是的 合牌反超了我们 这里我只想说 去他喵的保留对手弱范围 去他喵的保留对手炸弧范围 这就是一个他喵的运气游戏 那不管怎么样 生活还是要继续 我再一次要求补马了30k 今天这场买入也达到了 我有史以来的最大买入 50k 那我能不能一扫颓势 成功回水呢 就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吧 这把牌我在非常靠前的位置 UTG加1拿到了一手A勾杂色 是一手在这样子深筹现场 前卫十只无畏弃之可惜的手牌 我选择开持了200 随后Lowjack跟注 CO跟注 专位跟注 大芒跟注 五人抵持 好吧 比运气比击中嘛 我还真一点都不担心 无非就是比输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荷官还算是发了一个 还过得过去的翻牌 勾七二彩虹面 我们在翻后的这么一个 五人抵持当中呢 也同样中了一个十只无畏 气质可惜的TPTK 管他的 我别的没什么 就是特别会执行既定策略 我继续过 那CO的兄弟自然是继续打 过牌到他之后 他是打了500 大芒跟注 我也继续跟注 五人减少到三人 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红桃五 我继续过 CO继续打900 大芒弃牌 我继续跟注 三人减少到单挑 看合牌 最后合牌是一张草花三 我继续过牌 这次对面也是随后过牌 我们秀A勾 终于收下了一池 在分享接下来这两把牌之前 要先和大家分享一些信息 首先就是接下来两把牌 都是发生在我和我左手边的一个超级土豪之间的 然后这个土豪据说非常有钱 并且在这场视频牌局的前一晚 是在玩5001000 赢了整整32个W 他今天来这场牌局 就是来消遣一下的 所以从他坐下开始 就没有再翻前气过牌 并且PFR也是高达了50以上 只要轮到他的时候 是没有人加注过的 他就一定会加注 如果已经有人加注了 他也有一定概率的会做一个随bet 并且跟注是至少的 然后再翻后 也是会非常随意的高屏下注 一言不合 就是连开三枪 除此之外 大家也会发现 我这即使把牌的起手牌画面都没有录到 那是因为我左手边老板还带了一位家属过来 就坐在了我和他的中间一点的位置 Ad是稍微有点比较近的 所以我当时看牌 都只能把牌放到我的右下角的位置看 完全没有办法让牌出现在镜头中 并且就算出现在镜头中了 我手机拍摄的画面也非常容易被边上的人看到 所以就先只能这样了 那这把牌我的位置是Straddle 起手牌是九沟杂色 我下架的老板是有double straddle到80的 并且非常神奇的是 在这个现场九人满园桌 竟然非常神奇的都弃牌到了我 只留下了我和我的下架的老板单挑 那在这里我是先选择了补齐80 并且在补齐了80之后 我说没人了 就我和你了 要不要加一点 话音刚落 老板就随意的丢出了两个100 加注到了280 我自然是选择了跟注 翻牌是来了937彩虹面 我例行选择过牌后老板是下注了700 虽然是个超池但是老板是看前打的 我这个顶对自然是先哪里都不会去了 不过选择并不多就是跟注就好 随后转牌非常的美妙又是一张9 那我自然是继续过牌 让老板表演 果不其然在我过牌之后 他马上就翻倍打出了1400 那在这个牌面 虽然是多了一些后门方片同花听牌的可能 并且也有一些听顺子的可能 这牌放在我刚玩德州那会 可能就会迫不及待的就选择加注了 想要保护自己的成牌 不被他们那些乱七八糟的范围买死 但是现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自然是继续选择跟注 保留对手所有的弱牌 到合牌再做决定 于是我选择跟注 底池也在不知不觉中 已经膨胀到了将近5000 最后合牌是一张钩 我们从翻牌的一对 到合牌竟然成长成了大葫芦 虽然对我们来说非常的美妙 但是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 其实这张钩也就完成了18的顺子听牌 而18的这个组合在我下架老板的整个范围中 占的比例其实是非常低的 并且我们手上又阻挡掉一张钩 也就是使得对手手上代钩的组合变少了 其实我是非常希望合牌掉AK圈的 因为如果合牌掉AK圈的话 我们继续过牌 老板如果击中了AK圈 他会觉得自己大了而打价值 并且还有一定的概率跟注我们的过牌加注 就算没有击中AK圈 他也会照样下述述说自己合牌中了AK圈的故事 那不管怎么样 合牌我前卫的行动依然就是过牌 不过好在合牌在我们过牌之后 我的耳边又响起了音乐老板 老板马上下注了一个接近满持4000 行动再次回到我这里 那我们的行动当然非常简单 就是喊出all in 这个时候老板剩下的后手也没有特别多了 虽然我没有特别去数 但是也是一个基本套持的状态了 那在我们喊出all in之后 老板是马上选择了一个秒器 这也印证了我的猜测 老板的手上就是空气 不过不管怎么样 即使对手没有跟注 我们也还是收获了一个12000多的大底池 怒回了一口浓血 接下来这把牌 我在装备拿到了K圈不同色 前面Hijack跟注了一个Double Struggle 80 我难得有位置 起手牌也还算不错 选择加注到了600 这里前面既然我已经剧透过了 那我左手边小盲位置的老板 自然也是不会弃牌的 是选择了跟注 Hijack也跟注 三人底池 翻牌是勾七三两个草花 我们的概念是两高张后门花 后门顺也还算不错 这个时候呢 老板第一个跳出来打了600 是一个三分之一底池都不到的这么一个尺度 当然老板这里肯定也是没有在数底 持的他应该就是想打600 那在Hijack弃牌之后 我面对这个底池赔率显然还是要跟注去看转牌的 于是我跟注 我和老板单挑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黑桃石 我增强到了两高张两头顺 老板继续领打 这次他打了1800 半池多一点点 这个时候呢 他的后手正好还剩下7000 既有一点点的隐含赔率 也有一定的操作空间 于是我也决定再次跟注看合牌 最后合牌再一次的对我非常美妙 是一张A 我们在合牌击中了一个非常干净的坚果顺子 而此时老板又再次领打了3000出来 还有什么比此时更美妙的吗 随后 我在做了一阵例行的时间节奏把控之后呢 也再次喊出了all link 而这次老板并没有像上一把牌那样马上弃牌 而是陷入了思考 并且也说出了他的手牌是A勾顶两队 说这牌是遇到了set了 而此时老板只需再补4000 就能看一个2万的底池 那显然是不可能弃牌了的 最后老板跟注 火秀K圈顺利的收下了这个2万的大底池 OK 那这边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把牌 这个时候呢 牌局也已经进行到了差不多深夜快两点了 我的下家老板也已经带着家属早早的离开去休息了 这把牌我在COA看牌一对勾 之前的行动是low jack limp 40 我上架的hijack加注到400 我选择所有byte到了1200 hijack跟注单挑 翻牌是勾四二两个方片 这是一个在单挑底值当中算是一个非常干燥的翻牌了 同时我们的手牌也在这个牌面算是阻挡了全世界 不仅拿掉了两张勾并且其中一张勾还是方片的 进一步阻挡了对手很多方片同花听牌的组合 但是我还是选择在这个翻牌小尺度下注了700 因为我上加的这个hijack的玩家是一个游戏经验相对比较丰富的玩家 并且他在不利位置能跟注3bet的范围还是比较强的 在这个牌面下注小注还是能拿到对面一些88991010 以及一些两高外加后门概念的两高章的价值的 并且虽然我们拿掉了方片勾 对手也还是能有一些类似像方片K圈A圈甚至方片AK这样子的组合的 那在我们下注700之后hijack的玩家也是很快的就选择了跟注 继续一起来看转牌 转牌是一张草花石 hijack继续过牌之后呢 我决定开始在这个转牌尝试即化自己的下注范围 在这个转牌我是选择下注了3000 理由是在这个转牌面呢 还是非常适合在随bet的底子当中去即化自己的范围的 这里我们除了有很多顶端的一些set啊超队之外呢 同时还是会有很多听牌的空气范围的 除了常规的AKA圈K圈之外 甚至还可以有一些89的组合 那我自然是不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然后在此时呢 我的耳边突然又仿佛再次响起了音乐 对手竟然在我下注3000之后是选择做了一个过牌加注到7000 难道对手是10时 但是7000的这个尺度又不像是10时 那对手到底会是什么呢 与此同时我看了一眼Hijack的后手 虽然也是比较深的 那考虑到当时这把牌已经是现场排局所谓的最后一圈了 时间也是非常晚了 我的这个人的状态呢 也是在杨康之后不久 当时也是非常的疲劳 也实在没有精力再去对不同的合牌去做针对性的分析了 于是我在当时是选择无脑的推出了Olin Hijack则是马上选择了弃牌 那在连续收下了几个大底池之后呢 我今天这场排局的水位也从上半场的水下10000多 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呢 是水上了19000 波动可以说是非常大 那今天这期影片的手牌分享呢 也就先到这里了 这里呢我也是再次预告一下 我接下来的几标赛影片呢 也已经在制作了 很快就能和大家见面 喜欢看锦标赛手牌分享的小伙伴 千万不要错过哦 当然喜欢我影片 并且还没有订阅的小伙伴 也是记得点点订阅哦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